大家好,沙天,今天是2022,1月12號 凌晨1點,對不起,是下午1點半 那那個,感謝小姐姐提醒我 新風府又開了新活動 因為半夜,送學 小朋友可能肚子不舒服 然後發燒去 去掛個急診這樣子 不過還好,應該是沒什麼事 現在又胡跳跳了 所以呢,這個弄一弄了 一睡就睡到中午了 好,那這個活動呢 就是,應該就是我們所想的那個樣子吧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吧 看看他的這一些,有沒有什麼 跟之前不一樣 好,首先齁 這個,你在這邊抽獎的這個獎勵機率啊 他會跟你的這個主線進度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有些東西你沒看到的話 代表說你的主線還沒推到 那另外呢,這個變魔術 他需要這個魔術券 那魔術券的話 應該是每天上線都可以 解完每日任務都可以獲得 我們看獲得更多 馬戲團巡演 這個應該是打那個Boss 然後應該是活動的Boss 不會太難 然後活動禮包 課金的 然後每日活躍禮包 那活動禮包的話就是 一美金 每天一美金那個是最划算的嘛 好,然後 當你變成30 怎麼講呢 就是300個魔術券可以 可以抽10次 你可以獲得10個這個徽章 那個紀念章 那紀念章可以拿來換什麼東西呢 就是換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有什麼角色喔 這次的角色喔 阿塔莉亞是在高階裡面出現 然後 雷神魅魔跟莫佐斯喔 那 如果說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阿塔莉亞跟魅魔吧 那魅魔的話 你可以換一隻上紅色 那雷神的話 這個是比較偏競技場 所以這個比較不急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小號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魅魔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角色就其實差不多了 那弗雷娜的話 我覺得不大需要在這邊換 如果說 你都不知道換什麼的話 你可以換換 大概永遠都會一直 一直欠的什麼金盒金碎阿 然後波爾幣阿 九紅家具阿 這個樣子 好 所以說這個就是魔術禮貌 那我們就來解解看說 今天的那個每日任務吧 好我們就快速把這個 這個任務帶過去喔 就是他有幾個任務嘛 什麼競技場阿 然後那個王座之塔阿 摸一下之類的阿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齁 東摸一下西摸一下 你要給裝備升個級也可以齁 哎呀 重生獵場 我是這個吃瓜群眾齁 也已經拿到英雄級的所有的獎勵了 好 稍等一下喔 好 我們這個 粉塵 好不買不買不買 好稍等一下喔 這個商店他其實不在這個每日任務裡面 只是 已經做習慣了 好 然後光會狩獵王 這個也是每日任務的其中一個 好打一下打一下 然後順便看一下夢魘入境 更新了沒有更新囉 然後放一個人去送死 好打完了齁 因為我現在是在急遇夢境裡面 所以可以這樣子偷懶了 領個資源 送個好友 10點 還有什麼 異界旅店看一下可不可以抽 有了 夠30了 抽一下 剛剛還有一件事情忘了做齁 就是 懸賞藍 懸賞藍 看一下 看起來 今天是已經是那個加倍了 那如果是加倍的話 我們簡單刷一下 其實第一輪刷出來還不錯耶 看一下喔 又有一個120轉 剩3個我大概不會刷 頂多刷到有 唉唷 這麼多喔 好好好 那就這個樣子吧 我想說刷到有個粉塵我就不刷了 好這樣子 解完 15加35等於50 然後50加25等於75 75加50等於125 這麼少喔 5075 145而已喔 一天145而已喔 唉唷 我怎麼記得一天有275 還是我記錯了 15 20 唉 這樣35 然後這樣是60 95 唉145對耶 那可能是在打BOSS吧 對不對 瑪士團巡月 好 那這個的話 在之前那個好像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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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孤島孤島求生喔 也是一樣喔 會有會有這種 什麼雷台活動王之類的 然後他上面會有這個 每一輪這個王的一些特性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呃我們我們直接看進他好了 他每一場是維持三天齁 然後 呃這個 他的那個每一場雷台賽齁 都會有對應的排行榜 那活動時間的話 應該是 唉我們來看一下齁 有12天的時間 所以應該是會有四輪吧 所以這四輪的話 你每一次都可以挑戰這個 這個排行榜 那排行榜前面的話 你可以獲得一些獎勵這樣子 每天有三次免費次數 然後 免費次數進完之後 也可以用鑽石去買 好 然後然後這是一些什麼 英雄啊 統一等級啊 裝備啊之類的 那應該是可以看一下 排行榜的這個作業吧 喔可以喔可以喔 GGT大大 喔這一個 哇 我們可以抄嗎 喔有用到光法喔 糟糕了 小號好像沒有光法喔 呃好像一位大大 打出最高分之後大家都跟著操囉 呵呵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第一名的不好操 我們來操100名的好不好 看一下100名的喔 欸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好吧 那我們就呃 裝備應該都有吧 看一下齁 呃 呵呵 他是一級喔 要把它放上去嗎 哇位置也不夠 反正那個系統會幫我們拉 拉到那個等級上面去吧 好那我們就打一下齁 這個是挑戰一次是65 60 60 100 130 沒錯齁 270 275齁 那跟我之前記的沒有錯 因為之前魔術禮貌一天是275嘛 只是說他因為有了這個活動呢 他就被拆成就是每日任務是145 然後這個BOSS是130 所以說這樣一天還是275 那這樣子解完之後呢 按照之前的邏輯的話就是3300齁 這我沒有特別計算啦 所以3300的話你最後無刻的話你可以獲得 110個獎章 所以你一定可以換一隻神魔角色喔 好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BOSS吧 好 也不要想太多喔 人家怎麼擺我們就怎麼操喔 OK 難道我的主號也要開始提升一下光法的這個 這個專門了嗎 專門為這個活動 可是光法真的真的比較少看到耶 說實在的 現在如果說打這個曜光塔的話 應該海姆達爾 我覺得威力比光法還要強啊 而且還會有控場 在打祖咒夢境我也比較少看到光法喔 然後打完了 排名第幾名呢 最高傷害齁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看排行榜 176名 沒辦法齁 因為這個 光法我也沒刻印 然後這個 莫塔斯齁那些齁都比較弱一點 不過176 我們看一下齁 應該是到 100 這邊齁齁 所以說我還在10%前面齁 那也不錯齁 先鋒服的這個 競爭對手比較少一點 好 那我們再挑戰一次看看齁 他看來不能夠直接 直接省略跳過戰鬥齁 所以你一天 你一定要這樣子 看完戰鬥 然後摸了兩下 哇 他取消可以嗎 還是會消耗次數喔 因為我想說我的那個 那個雙子死掉 哎呀 雙子死掉了 那這次傷害一定打比較低啊 大家都集中在這個地方齁 所以光法這樣砸下去 好 傷害還比較低一點 不過這樣子呢 這個 你的魔術線就已經領完了齁 要為這個活動提升光法嗎 我看一下喔 我的光法 看一下喔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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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在參加不再得獎 然後也不用急著今天就去衝排行榜 因為這個 為期三天嘛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衝的話 後面還會有人繼續追上去 所以說不急著今天去 花這個挑戰次數 OK 好 那這個魔術禮貌活動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 應該這些活動大家都大家都已經差不多解完了吧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